有关某媒体报导 我国CM19的死亡率 高于新加坡10倍 香港3倍的内容 指挥中心重申 依据各国公布的资料 截至今年9月24日 死亡率台湾为每百万人口449.2人 新加坡为每百万人口266人 香港为每百万人口1337.1人 均未有高于新加坡10倍 香港3倍的情势 请民众无错误解读 今天CM19新增38785例的本土病例 境外遗物有195例 另外死亡个案有34例 今天新增的病例数 较昨天增加628 增加了1.6% 较上周日减少545 减少1.4% 今年9月24日的本土病例 总共有616万2867例 新增了223例的本土中东症以上的个案 那迄今中东症总共有27191名 其中9974名死亡 那目前清症无症状者占全部病例的99.56% 那有关莫德纳次贷双价疫苗 昨天已配送到各县市 陆续提供接种 那昨天总共有11县市开打 累计接种4469人次 那昨天6个月到4岁的幼儿 有3292人接种莫德纳疫苗 其中第一剂接种752人次 第二剂接种2540人次 那莫德纳疫苗第一剂接种2135人 那该年一层第一剂接种率38.1% 第二剂接种率7.5% 另外昨天总共接种27246人次 那疫苗接种人口涵盖率第一剂93.6% 第二剂87.5% 那追加剂接种率是73.0% 第二次追加剂接种率是10.5% 那65岁以上的接种率是36.5% 那今天没有特殊死亡个案 那今天有4例的特殊重症个案 都是密西西 那1岁男童本身有残痘症病史 未接种疫苗7.25%确诊 那9月19号起入去有发烧腹泻咳嗽 9月22号就医诊断疑似密西住院 使用免疫球蛋白等药物治疗 那第二是2岁的女童无慢性病史 未接种疫苗 那9月6号确诊新冠 9月14号起入去有发烧腹泻 9月18号跟19号到急诊 那诊断急性肠胃炎 并怀疑密西西住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目前病况已好转 预计今天出院 那第三例是10岁的男童 没有慢性病史接种一剂的疫苗 那6月30号确诊新冠 9月18起入去有发烧 着颈肿块呕吐腹泻 9月20号到就医诊断疑似密西西住院治疗 那第四个案是12岁男童无慢性病史 接种两剂疫苗 9月7号确诊 9月19号陆续有发烧、咳嗽、呕吐、腹泻、皮疹、黄胆 9月就医诊断疑似密西西病急性肝炎住院 那目前使用免疫球蛋白等药物治疗 那截至今日儿童重症总共227例 包括脑炎31例、肺炎24例、心肌炎1例 败血症3例、孝吼11例、家中死亡8例、密西有146例、共病3例 那其中有33例死亡 那边有131例是并不可能 赢不可能 您在哪儿 为何? 适当你和佣不多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